《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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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年前 有記憶說 新竹這邊 它比較沒有上海菜這個料理 那當初會決定在那邊開店 是覺得說 要給當地人 帶來這種 比較不同的一個料理 那我們在台北那邊也是有本業 也是從事餐飲 但是以客家菜為主 台北的總店 也至今大概成立15年了 所以這邊算是我們的分店 但是跟台北的店會有所區隔 這邊是以上海菜為主 以中式上海風味為主 強調精緻的餐飲 符合現代人的飲食習慣 舒適的用餐環境 加上細緻美味的菜肴 配合專業親和力的服務 是菜園餐廳例行的宗旨 餐廳是比較呈現一種 比較窗民激進的一個用餐環境 那我們當然也有種植了很多綠色的植物 那窗戶也是用大片的落地窗 然後也營造了一些用餐的氣氛 那當然我們也請了台北的民視 李維銘設計師來幫我們做的空間規劃 那他是比較著重在現代跟簡約的這樣的用餐環境 那當然我們的精英者就是我們的老闆 他對這方面也是很有一個他自己的想法 我們的上海菜主要是取決現代人的飲食的習慣 也比較著重在養生 白菜燉雞湯主要是著重在它的湯頭 這道湯是用老母雞的高湯去熬煮 他需要熬煮的時間需要十二個鐘頭 用大骨還有雞肉老母雞 然後去熬 熬成呈現成一種滷白色的這樣的一個高湯的形式 然後再來去加上我們的雞湯 再加上雞肉 那這個雞肉一定要七個月的熟成 雞湯它裡面的一些食材 每個都有它的功用 像豬腳主要是燉它的膠質 讓它的膠質去完全融入在湯裡面 然後金蛙火腿是提它的鮮味 然後它才有辦法成就這鍋高湯 這道蝦是每一隻蝦都必須要去用手工的方式去把它剝成 然後包括裡面的泥場也需要把它切掉 所以走中它的鮮度 還有一道是上海紅燒肉 這個是我們是用那個黑帽豬 那去做 它是用三層肉的部分 這個跟上海菜的一道名菜叫東坡肉 有點類似 只是我們把它做一些改良 做成比較符合說我們當地的用餐的習慣 我們切比較小塊 比較容易去食用 那這道菜也是需要用紅燒去熬煮去燉 需要三個小時的時間來去做這道菜 煙燻龍血 這道菜它是用深海的鹽血 那去我們去把它做一些前置的處理 然後再去做醃漬 然後再來去做煙燻的效果 這道菜它也是我們的造牌菜之一 當然我們還會持續地在新竹地區這邊來做經營 那給當地的支持我們的一些客人 那繼續為他們服務 那當然我們在新的研發上面 新的菜式上面也會有所精進 那就請大家拭目以待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